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哈喽老铁们,我是谢娃娃 今天我们来挖一个水往高处流的水沟 今天我们接到东家的电话 东家让我们来给他挖一个沟 然后安几根航管 东家电话里面说他这个航管是30大 挖沟的这个位置啊,两边都是混凝土 他不想把这个混凝土伤了太多 然后又害怕我们这个斗子大了 还特意让我们把这个小斗子带了过来 当我们把挖机开到位置后 要挖沟的这个位置,编成了这个混凝土 东家人工开了一个口 然后我看到这个宽度就和我们的这个大斗的宽度啊 差不多,完全是能挖的 那让我们带着这个小斗啊,看样子都是白带了 好,在这个宽度够大,来了啊,就可以直接挖 不然的话,我们来了第一步,就是要先换小斗 现在能直接挖了,我们也懒得换了 在把这个沟的时候,东家一直让我使劲往下面挖 我还以为下面有什么好东西呢 刚开始我以为是借着前面的那个沟给它挖通就行了 但是现在我们挖的这个深度比前面的那个沟深度啊 已经深了很多 然后啊,经过和东家一阵沟通 原来才知道,这个下方啊,有个寒洞 这个寒洞啊,是顺着这个路出去的 然后东家让我们使劲挖,把这个寒洞的这个口给它挖出来 我们大概挖了五六十左右,这个寒洞的口子就已经挖出来了 然后我们又下去和东家深度的沟通了一下 原来东家的意思把这个寒洞口挖出来 然后把这个路下方的这个沟里面的水呀 引到这个寒洞这个地方来 然后全部从这个寒洞这个位置排出去 就相当于我们要把下方水沟里面的这个水排到上方的这个寒洞里面来 现在完全明白了东家的意思之后,这个活干起来就简单了很多 以后干活还是要和东家多沟通一下 想明白东家的意思再来干活 不然啊,这个活干起来都不知道啥意思 现在完全明白东家的意思之后,这个活就简单了 我们要想把低处的这个水沟里面的水排到这个寒洞里面去啊 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把这个沟啊,慢慢的往深里面挖 直到这个水能排到这个寒洞里面去就可以了 这个沟以前东家修房市的时候之前啊也预买了一根管子 但是当时他买的这个管子啊比较小 没关多久啊,这个管子就堵住了 一段雨季来了之后,这个水呀就排不过来 这一次东家就买了几根比较大一点的航管 按上去应该就不容易堵住了 我们把这个沟挖好了之后就可以安装这个航管了 我们在安这个航管的时候啊,边安东家就让我们边回田 按一个航管我们就回田一个 我们掉一根航管下去,东家就在前面安装 我们就在后面回田 我们在回田的时候啊,还是把这个土啊 给他稍微的给他拍一拍,拍紧一点 航管安装完了之后,我们再把这个沟全部给他回田完 老铁们是不是觉得这个沟就干完了,几百块钱就到手了 没有这么简单,后面呢还有沟 前面我们按的这个航管是次要的,最主要的还是后面的这几个航管 老铁们你们看,前面管子的那个位置 以前东家在那里啊,按了一个航管 这个航管呢,是从这个房子下面穿过去的 直通前面那个喊东位置 但是这个航管现在堵住了 一下雨的时候,羊羹里面的水啊,就排不出去 然后东家就让我们在这个边上给他挖条沟 在这个边上啊,再安一排航管出来 之前按的那个航管堵住了 最主要的原因是东家没有挖沙子 或者是航管前面呢,没有搞铁丝网拦住 就导致那些渣子冲进去,把这个航管堵住了 这一次东家说这个航管安装好了之后 这个前面呢,还会搞一个铁丝网拦住 这个渣子啊,就不容易冲进去,就不容易堵住了 我们把所有的航管安装好了之后 再把这个航管回好 再把表面上的这个泥巴也给大概收一收 到时候啊,这个上面呢,还是可以种庄家的 所有的活干完了,我们在退场的时候 把我们之前压的这个印子也给他挖松 这样啊,后面他们好种地 好了老铁们,今天这个活就到此结束 点个关注,点个赞,我们下期再见 老铁们,见过这样开穴放水的吗? 今天同行给我们介绍了一个活 这个鱼塘要整修 喊我们挖进来,给这个鱼塘啊,开个口 把水放掉 顺便在这个边上挖个基础 这个边上呢,之前人工挖了一个排水沟 但是这个水量太小了 水放不出去,就喊我们挖进来 再挖一挖,挖深一点 再挖缺口的时候,我就在想 这个缺口到底怎么挖才又快又方便 这个堤坝的外边和里边,挖机都无法站位 唯一的办法就是挖机站在边上,从中间开挖 开挖的深度大概在3米左右 这样挖出来的话,缺口就会挖得很大 突然灵光一动,脑子里面就出现了一个想法 我们挖机站在上面,两头开挖 能不能把它挖通 根据低挖的深度,我们大概预算了一下 两头开挖,挖通的几率很大 就算这样挖不通,问题也不是很大 到时候我们从中间开挖就行 今天这个活虽然是同行街上的 但是同行他是搞龙挖的 这个活他也干不了 并不是说这个活不好干 他才让我们来 我们在挖这个缺口的时候 唯一注意的一个点呢 就是我们前后开挖的时候啊 挖机一定要在正中央 就说两头角度不能偏了 偏了的话,你接通就很麻烦 这个缺口我们挖通了 水也流出去了 这个口子看的不是很大 大家不要急 这个水一冲 要不了多少时间 这个口就会越来越大 时间来到第二天 这个水放的差不多有一米多深 之前我们挖的这个缺口 现在冲的已经很大了 这个缺口还要我们往下面挖一挖 然后老板呢就和我们挖机直接缩下去 把前面那个口子再开大一点 这么深的一个堂子 他就让你直接往下面开 还说不深 确实不深 还没有太平洋深 最后给老板提了一个建议 把这个堤坝挖一点干土 然后把下面搭个小平台 最开始老板还不让挖这个堤坝 说挖了这个堤坝之后 到时候啊 他还要拉土来回田 麻烦 我说你不让挖的话 那这个活就没法干 自己想办法 最后老板还是接受了这个建议 这么一个几十年的老堂子 还让你直接往下面开 只要稍微懂一点了 都不会直接往下面开 那个下去了 基本上是没法起来的 在下去之前 我还特意的把推托板调整到后面 万一现车了啊 我们还能第一时间爬起来 当我们挖机开下去之后 我们之前垫的这个泥巴呀 稍微我们挖机动一下 这个泥巴就全部挤下去了 我们只有慢慢的 把这个缺口再往下面挖一点 把水先排出去 再说 这个缺口 我们挖完了之后 挖机爬上来 在前面停车子的位置啊 给他平个巴子出来 这个地方到时候 他们好在这里堆材料 接下来又让我们挖机 开到这个堂的边上去 说这个边上啊 之前有个龙岩 让我们下去挖一下 把之前那个龙岩的位置 给他挖出来 到时候啊 好在这里接管子 龙岩的具体位置 他们也不知道在哪里 就大概的给我们指了一个方位 就让我们在这里慢慢的挖 说这个龙岩是一根钢管 只要我们挖机在挖的时候 不要猛的挖 基本上都不会把它挖坏 在挖的时候 只要稍微感觉有点 阻力 我们就要停一下 看到底是不是龙岩 我们来来回回 套了好半天 总算找到了龙岩的位置 时间又来到了第二天 这个水又放下去了几十公分 今天我们主要的任务啊 就是来回填这个堤坝 把这个缺口跟它堵上 这个缺口 我们也是一层一层的拍起来的 为什么只拍这么一段 边上这个为什么不回填 因为东家说这个边上 到时候还要倒个薄坎起来 堤坝组好了 我们就可以把挖机开下去 从这个边上挖机槽了 这个水虽然说放下去了很多 但是这个机槽啊 也不好挖 很容易陷车呀 兄弟们 这个火 在下来之前啊 我也是做了很大的心理准备的 退一万步说 如果说我们挖机真的是陷住了 但是我还有80%的几率可以自救 是因为我们挖机有个履带 始终在这个堤坝的硬土上面 只要我们挖机不开到那个水里面去 我们就有办法自救 最要命的是边上这个堤坝 老板呢 尽量不让我们往里面挖 其实这样就更危险了 本身外面这个泥巴就是吸的 你说里面的堤坝不多挖一点 这个火真的是有点不好搞 搞得老扩虫啊 这个路我们修好了之后 挖机在上面一走一挖 这个履带呀 就把边上这个泥巴挤跑了 车子啊始终是斜着 这样一点不好干活 而且还容易把挖机滑到这个水里面去 然后就喊老板去找了几个木棒 这样垫一下省点力 我们挖机可能就更好一点 木头垫好了之后 我们就利用单边形轴 把挖机开上去 之前肯定有人就怀疑说 这个到时候怎么自救 只要里面的铝带是硬土 我们都可以利用单边形轴 慢慢的开出去 更确切的说是慢慢的磨出去 到了后面 我们在修这个路的时候 就不能听老板的了 这个堤坝能挖 我们尽量多挖一点下来 这样更保险更安全 我们修一段路 然后再挖一结基础槽 虽然这个路呢 我们垫了木头 但是这个车子啊始终是斜着的 挖出来这个基槽就是一边高一边低 这个我们就不管了 剩下的交给他们人工去清理一下 当我们挖机修到这个位置 这个心啊就落下来了 让那些想看我现机 葫芦娃旧爷爷的场面落空了 这个位置老板让我们挖个缺口出来 这个位置啊就是我们之前 挖那个龙眼的位置 让我们在这里挖个缺口 到时候啊好在这里接根管子出来 整个活我们就干完了 总体来说这个活啊 冒的风险还是挺大的 万一一旦车子陷住了 那真的是就很麻烦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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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